1 2 3 4 5 上山打老虎 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海 这个只有5个零件 难度却高达8级的拼图趴走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以为它会是我玩过的零件最少 难度最高的拼图趴走 没想到 墙中只有墙中手 一三还比一三高 我居然发现了一个难度同样8级 但是零件只有4块的拼图趴走 趴走是8级难度 趴走是7级难度 可能因为我长得帅吧 所以买一送一 4个都是梯形 感觉好像差不多啊 我看一下 这个橙色的是8级 蓝色的7级 我其实有点纳闷 就4块拼图 也就是4个方位 再加上一些旋转 应该没有多少种组合方式 为什么会有8级难度 赶紧来试试 为了以示尊敬 我们先从这个7级的开始 这边接这块 虽然浪费了一点点 但是浪费的不多 看这块 这块就没有办法再放下去了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把这两块大的先放好 然后两块小的来补味 应该是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这里这能放下去吗 好像差了一点点啊 这个地方也是差一点点 这里好像可以推上去 但是又推不上去 我先道歉 小看它了 一点点 又一点点 真是一点点的悲伤 我怎么感觉 应该就是这样放的呀 啊 原来真的是这样放 抬走抬走 下一个 听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7级这个 它的4个角 都是4个方块的直角 直角靠边 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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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点点重叠了 中间还有这么多间隙 我怎么感觉比7级还要简单 这块比这块长了一点 所以这里放不下 那我们换掉这块 这块短一点 这里放这里 然后这块 这块也放不下了 啊 10厘米 同样10厘米 一个正方形 所以它这样转过来 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放不下的 还是放不下 还真是这个要更难一点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发现它们之间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4个4边形 而它是4个T形 所以也没办法删考 感觉常规的方法不行 我们来一些非常贵的拼法 我们不用这个直角来靠边 用这个斜边来靠这个边 这样感觉也可以 哇 这个希望很大 又是差一点点 该呀 大概就差一个毫米 我严重怀疑它是不是算错了尺寸 我已经尝试了100多种拼法 我已经尝试了100多种拼法 最好的情况就是多出1毫米 现在有一种验证办法 就是把它放到它的托盘里面 这个就刚好放进去了 我没说说吧 再尝试把这4个放到这边来 就是小了这1毫米的位置 我说我刚才乱摆了一下 结果又放进去了 你相信吗 那么所以 是我开始把这两个盘搞反了 这明明看起来是一样大的 我还以为是通用的 折腾了我两个小时 无批告辞